欢迎收看长青台10月20号的新闻快讯 首先我们来看观念新闻 乌青团长凯丽指出 推行已久的新经济政策 虽然存有弱点 但土著及马人在政府推出新经济模式时 不应该意气用事 以为政府边缘化民族议程 凯丽今天在乌青团代表大会上 发表政策引词时说 无可否认新经济政策有效协助我国消除贫穷问题 并重整社会结构 但它确实存有弱点 而且不少年轻一辈的马来人都认为 新经济政策对他们并没有实际帮助 他认为独立多年后 马来人理应在市场上站稳脚步 并超越之前设定的30%土著目标 但大家必须承认 这些目标仍无法实现 他说我们必须寻求改变 同时以绩效机制 应和国人需求作为改革准绳 他说绩效制强调竞争力 而且推行绩效制意味着 马来人有能力 有潜能及更有空间迈向成功道路 更重要的是 他也可促使马来人更具创意及更自动自发 他说政府必须致力拉近各组 及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 即使我国转型为高收入国 如果穷人依然贫穷 也无法达至原定目标 凯丽今天还在会上说 那些指责巫统没有照顾马来人及土著权益的人 其实是想趁机当民族英雄 凯丽说 政府在银河时代求变之际 有心人士却指责国阵 尤其是巫统太专注于处理国事 以致忽视马来人及土著权益 他强调 巫统从未边缘化民族议程 反之 时刻都在为马来人斗争 听取民族声音 捍卫马来人的权利 地位及特权 他说 大家不应被有心人误导 以致意气勇士 以为国阵政府不关心民族 最后导致马来人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地文静与点栏目 这回饿的目的